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我感觉我又到了一天中最难的时候了 闺蜜走了,现在剩我自己 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就是找扎营地的时候 我围着这个阿尔古纳市转了一大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太合适的地方 在那边找了一个广场 然后那个广场吧,看到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没有太适合停车的地方 人又太多 我其实怕没有人,又怕人太多 然后转了半天,转悠转悠 我发现这有一个废弃的家务杖 没有邮箱什么的,已经废弃了 然后我看这个位置还行 然后我看着有两个老人在那坐着 我问问我在这晚上,就是在这行不行 要是行的话,我今晚上就在这了 虽然说也是个大道边上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住在这应该会安全一些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车有点多 但是到了晚上,我估计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车什么的了 应该是可以的 我下去问问那个叔叔阿姨 然后,而且我惊喜地发现那个旁边有一个汗厕 还有厕所 我觉得这地方还是不错的 然后去问一问那两个老人 大娘大爷 我问一下,我是来旅游的 这个加油站是不是已经废弃了 是不是啊 废弃了 啊,那在这可以是不是啊 对,你去拿了 啊,你去拿了 我是黑龙江的 没事 啊,就在这就可以是吧 对 啊 那边我看还有个厕所 那厕所也能用是吧 有件事我挺好奇的,我想问问你们两个 我在这个厕尔古纳这个市啊 我转悠了一圈 我发现这里面全都是这么高的楼 它没有高层特别高的楼 为啥呀 啊 最高八层 最高八层 它为什么不建高层啊 是 高层不好卖 不好卖啊 不是说不让建 是建起来不好卖 不好卖,买不出去 没人买 现在咱这个县城有多少人口啊 一共才8万人口 一共才8万人口啊 连牧场都算上 连牧场都算上 对 就所有周边都算上是吧 对 那咱这个楼 这个市的楼多钱一平啊 我买的时候是 接近四千 接近四千 那现在嘞 现在买五楼六楼 三千多块钱啊 比我们家那贵一点 你是哪啊 随分合 随分合 随分合原来楼价很贵 就是都得四千五千 然后这两年不是对外不好了吗 现在多少 现在呀 高层啊 两千七八 就像这种这种这种多层的房子 楼顶 一千多块钱 一千二千三千四千五 然后平平上好楼层一点的 两千一二 两千一二 跟这差不多 跟这差不多啊 啊 我这转一圈我就在想 哎 为什么看不见高层啊 这来全是什么平的楼 啊 嗯 楼一圈 啊 知道了 谢谢大爷啊 刚才下车跟这个大爷打清了一下啊 然后也解了我心中的疑惑我真的是从我进了这个俄尔古纳然后 我就在里面我就溜了一圈发现全都是平的就是没有高出来的楼都是平的我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这边是湿地嘛咱们那个亚洲第一湿地这个地方我我一开始以为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不让建高层啊聊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建高层卖不出去没有建就全部都是这种矮的楼嗯然后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扎营吧然后也是在这个市里然后旁边还有个卫生间啊 然后这个地方还相对来说挺安全的我就在这了然后一会准备捣捣捣捣捣捣做做做点饭吃